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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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明德 孙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要来关心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现在外界预估的数字恐怕是高达20兆人民币之谱 那么甚至来关心这一系列的地方债问题特别点出来的就是江苏省了 我们在上个星期特别做了美国底特律的破产启示录 还记得吗 底特律目前的景象是破败到像这样的地步 而有没有可能江苏现在债务问题恶化到过去拿上有天堂下有苏航来比喻的江苏省 会出现像底特律这般破败的景象吗 到底江苏目前财务问题有多么的严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则报道 上海股市29号跌破2000点大关 市场恐慌 因为大陆中央再次启动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 庞大的地方债务黑洞超出预期 大陆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明确指出 就连中央也抓不准地方债规模 瑞士信在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东指出 这次大陆中央对政府债务大摸底 是要摸清政府财政底细 因为太多隐藏性债务 账面上看不出来 从中央到地方 没有人有办法掌握债务确切规模 到2012年年底 大陆GDP51.93兆人民币 大陆前财长估计 地方债可能超过20兆人民币 占GDP38.5% 将近四成 其中路透社点名江苏省的债务问题 可能对大陆经济造成威胁 路透社指出 江苏省主要的支柱产业 包括造船业和太阳能电池面板制造 都碰到产能过剩的问题 政府的税收跟着产业利润下降而萎缩 加上近年来一直是大陆GDP第二高 足以挤升全球前20大经济体 7900万的人口超过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路透社认为江苏省是大陆地方债务最严重的省份 有可能是大陆版的底特律 中国的地方债务是一个大问题 是一个大的电视加弹 这个问题不仅仅江苏存在 几乎所有的城市和市区都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我同意中国的债务问题 地方债务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是不是底特律 那有必要另外讲 陶东认为大陆地方债确实是大炸弹 但因为不确定规模 现阶段无法论断是有底还是无底洞 只是中央债务GDP比例为15% 表示中央政府有财力在地方债危机爆发前解决 现在就看大陆中央的政治决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陶东认为 的确地方债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是很大的一个炸弹 你要来拆占 你首先得要知道 到底面临到的问题有多么的严重 马上从明天8月1号开始 就要进行全国性的清查 来进步了解债务的实际数字 到底已经离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不过在这个清查的数字出来之前 那么包含了外资银行 以及很多的信贫机构 已经谱出来一个大概的模式 让大家先有所了解 我们来看到像是渣打银行 所估计目前中国地方债务的规模 已经高达了19到20兆的人民币 是所有的外资银行 以及信贫机构里头 估计数字最高的一个 像瑞银呢 估计的数字是16.5兆人民币 摩根大通是14兆人民币 汇域12.98兆人民币 穆迪12.1兆人民币 而在花旗的部分是12.1兆人民币 那么在现在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当中 特别被点名要来关注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江苏 有没有可能江苏会变成中国的底特律呢 还记得在上个星期 我们讲到了底特律的破产启示录 现在底特律破败的样子 而未来江苏省 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的底特律 实在让大家很难想象 大家应该印象当中都非常记得 上有天堂 下有苏豪 常常大家在看连续剧 就看到了秦龙皇帝下江南 这么样一个富裕的江苏 在历史上有名的 有没有可能变成中国的底特律呢 把两个地方拿来做比较 就债务规模来说 那么现在的底特律 还要高出三倍之多 我们上个星期在投论底特律的时候呢 特别讲到它的产业问题是单一产业 产业没有转型 它们的经济贡献八成是来自于汽车工业 而在江苏省呢 过去呢大量的投资是投入在造船 太阳能电池以及面板产业上 而现在就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过去呢两个地方都非常的辉煌 在过去底特律是美国的四大城市之一 是三大汽车业的发基地 大家说它是美国的汽车之都 全省时期人口将近蓝百万人 不过现在大概只有七十万左右的人口 而过去呢江苏省在中国是GDP第二高的省份 甚至还有经济规模 足以挤身全球前二十大的经济体 它的人口数七千九百万人 甚至超越了很多的欧洲国家 我们看到这样的江苏 到底有没有可能变成中国底特律 首先想要请教一下孙主任 这江苏我们看到中国GDP第二高的省份 它这么样的规模 在中国是不是变成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倒 它如果出现了像底特律的情形破产了 对于目前中国失速来讲 会不会变成一种催化剂 到底江苏的状况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理解说 它目前地方债务的问题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想拿底特律跟江苏来比的话 是不太对称的 因为底特律它主要就靠一个汽车工业 当汽车工业外移以后 事实上底特律没有新的产业 但是江苏我们知道中国的长三角 它是轻重工业兼具 中国的重工业都在北方 然后大概一些劳力密集的产业是在广东 但是长三角这个地方 它是轻重产业兼具 它从以往你说上游天堂下游苏航 它那时候仿制业 食品业就很发达 这几年它又发展了很多重工业的 其实汽车 家电它也会做 包含我们台商很多投资的 像资讯相关的产业供应链 也都在江苏 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只有造船 这两个可能是产能过剩的 事实上它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多元 而且在苏南就是江苏的南部 苏南这个地方是非常富庶的 可能稍微贫困一点的地方是在苏北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发生在江苏的可能性 事实上并不大 第一个 它的贸易做得非常的好 中国最会做贸易的都是沿海那些省份 尤其是江苏 它一年的贸易金额可以跟台湾 甚至比台湾还要大 中国最会做贸易的是广东 它可以跟整个韩国比 江苏可以跟台湾比 所以它源源不断的 只要它的外贸一直有顺差持续的进来 加上它本身产业不断均衡的发展 即使中间有一两个产业发生的问题 即使有接到一些外债 那这些外债其实仰仗中央 刚刚虽然我们提过了 底特率没有办法从美国的中央政府去取得资金 但中国政府可以 那中国曾经有三次很严重的债务问题 第一次是1993年 他们有三脚债 企业一直做东西 然后卖给人家 最后收不到钱 然后就欠来欠去三脚债 那时候猪融记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它用中央融资的方式 第二个 在1998年的时候 他们有金融机构坏账的问题 那时候他们透过四大资产公司 把这些外债通通收起来 所以这一次即使有地方在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大概会顾忌重施 因为中央占了太多的钱 所以中央很有可能在金元 只是说看你们这些地方诸侯 谁听我的话 我先帮忙谁 所以虽然说 媒体上会说江苏 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底特率 不过孙主任特别讲了 两个地方还是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 很大差异 对 所以可能还是要分开来进行比较明确的评估 不过进一步来看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大陆地方债问题非常严重 到底有多严重 从明天8月1号开始 要进行全国性的清查 不过呢 这样子的清查 后面有没有别的意图 象装舞剑 意在何方 习近平这样的动作 想要请教的是陈老师 有没有可能他是一次希望能够把经济问题跟政治问题一次性的打包处理 当然任何这个经济的行为后面都有一个政治的一个意图 但这个意图呢 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整出一几 现在还在观察 那么事实上呢 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已经被他打倒了 就是薄熙来 薄熙来是当时呢 习近平去美国访问 就是这个中央呢 这个开会 政治局开会 那么习近平是个关键一票 他在海外的时候就决定 决定支持胡温打击薄熙来 那么假如不打的话 那么习近平这个位置 这个接班不是好接的 那么打了以后呢 这个现在是薄熙来开始是 那个在那个 在那个等于是等待他的一个命运的宣判 也快到了 反正他是已经打不起来了 所以习近平的政治的这个大敌已经消失了 那么现在呢 当然会有新的这个斗争 我前一阵去北京呢 就发现他们呢 他们自己说 最近他们内部的报告中 批胡的气息蛮强的 主要就是经济 胡没有掌握好的一个经济方向 所以让地方债变得严重 刚才这个我觉得这个分析的很正确 就是说地方债的问题 它中央跟美国不一样 它是美国是联邦政府 可以支持 就跟那个当年的那个 克莱斯特尔汽车公司 那么当年美国是政府是支持的 那现在呢 底特律为什么我觉得是比较没救呢 因为比较水准高的人口 通通早就外移了 剩下来71万人口 基本上是最 等于是最底层的人口 底特律我在几年前到底特律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这个本来是飞机在那边 这个西北航空室 要在那边过境转飞机 但是飞机有故障 然后最后干脆留在底特律住夜 过夜呢 那个发那个旅馆的卷的时候告诉我们 晚上最后不要出来 因为出来就是自然反昭的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八年前都已经破败了 那现在当然更严重了 所以说美国从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到洛杉矶时报 都主张放弃它 放弃底特律 所以情况是不一样的 而江苏是靠这个中央跟地方的 这个一个这个上下的关系 或者是金元 或者是一个这个做某种程度改革 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江苏毕竟是不是底特律 而且是全中国最精华的人口 都集中 差不多集中在江苏 不能说所有全部都在 但是相当高的比例是在江苏 所以情况是不一样 但是呢 它的问题不在于江苏是不是有救 而在于这个地方在爆发之后 会不会真的成为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一个很大的包袱 这才是大家全世界关注的 拿底特的笔 是一个新闻的一个这个是描写的手法 来耸动 比较那个让人家吸睛 但是呢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大陆有没有整个彻底改善这个这个地方在的问题一个全盘的一个一个手法 要全国一盘起嘛 大陆随时都讲全国一盘起 那么讲了这个能够做得好 那中国大陆就能够浴火重生 做不好的话地方债可能拖垮 这个美国当年的80年代曾经拒绝跟这个 就拒绝跟那个中南美国家 不跟你借贷款了 你也不用借贷款 你贷款来了 你还是还不了本金 只能以债养债 那么只能最多还到利息 所以他们根本就把他们放弃了 也不用追他的那个欠的债 那么宁可是让他切断关系 但是中国大陆跟地方的关系是不能这样切的 不能说我放弃你了 不可能的是 所以说没有一个地方会被放弃 现在就如何整顿 你说是不是完全为了针对人 针对人薄熙来是习近平最大对手 现在的就是你处理的太严重了 很多空城 那么地方政府还是继续不断举债 因为你这个债务到后来现在就说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你现在新举的债只能还利息了 那就变得很严重了 就有点像当年美国这个一个 跟第三世界的一个关系 所以美国银行的最后呢 宁可就壮士断碗 切断跟他们关系 但中国大陆不可能 所以说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所以张老师刚才特别讲了 我们今天如果拿江苏跟底特律来比的话 比较属于我们新闻点项比较好切 但实际上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 到底现在地方债的问题有多严重 其实这就是另外一个环节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从明天开始8月1号开始 北京要来全面性的 全国性的来进行清查 大陆媒体说呢 这是大陆史上看到最大的查债的风暴 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风暴 从8月1号开始查 一路呢要查到10月底 所以算算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不算短呢 这段时间当中 北京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 你们慢慢查 但是呢你们要查个仔细 查个彻底 所以进步的想要请教朱老师 透过北京释放出这三个月时间 我给你慢慢查的这一种态度 其实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进步了解说 北京这次查债的力度有多强 决心有多大 我们可以这样说 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大陆地方在的问题 目前确实是让你担心的一个大问题 没有错 但问题也就是说 到底这个微爆弹多大 大家不知道 所以他必须查 事实上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他就有查过一次 但是他没有查到这个所谓的县跟乡 这个五级 只查到三级而已 当时就查到 刚主任提到说 大概有10兆多的地方债的问题 当时估计大概占GDP的 大概有15%左右 而且除了占GDP的15%以外 事实上他在银行的 所谓的放款的比重 大概也将近有14%左右 所以显然说 这个地方债问题 在过去两三年 就大家已经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了 只是说因为刚好金融风暴刚过以后 大家还是在讲办法救经济 另外这个数据到底也没有出来 到底多少 那个没有人知道 所以严重到什么程度 大家不知道而已 目前我认为说 他在所谓查地方债 事实上我认为他是整个在 调结构过程当中一连串的基础 包括大家常提到的打房 包括所谓整顿影子银行 包括要不要盲目追求高速GDP的成长 包括今天台的地方债问题 都是整个调结构过程当中 他必须做的 也必须面对的问题 那你就把以前过去所累积的 这些栏账把它摊清楚 那看看我们要怎么样 来逐步逐步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先把它摊清楚 再看怎么做 那要摊清楚呢 我们大概能够了解到 有可能债台高速的数字 除了刚才很多外资的银行说 最高可能倒是走到 20兆人民币之外 4月份的时候 博鳌论坛 那时候呢 大陆自己的前财政部长 向怀成 他预估的数字 也是超过20兆人民币 事实上 我们对于中国官方 出来的预估数字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 正确去认知 其实想要请教阿诚教授 因为大家对于 中国的数字 都是抱着有几分怀疑的态度在看 中国官方给出来的数字 到底几成真 几成假 有没有灌水 或者对比较不好看的数字 有没有刻意去压低 老实说外界常常是看得不大清楚 那么到底 这一次地方债的数字查出来之后 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先看中国的数字 中国大陆的数字 在毛时期 特别是在大妖精的时期 那是最虚假的 一亩产万斤 那都是完全制造的数字 那么到了后来 胡温的时候 当然大部分了解他们 一定还是有虚报 但是情况比较好多了 但这次是外资银行评估 所以外资银行评估呢 你看沙打银行最高是估计到20亿左右 但是其他银行有售就有12亿 像花旗银行就12亿 12兆 12兆 那算是还可以接受的 但是假如是从两年前的 2010年的10兆多一点 到了去年年底2012年的20兆左右呢 那是一个像速度调整太快了 有点倍增的感觉 但是呢有一些数据可以显示出来 外资银行也不清楚 这个中国大陆财政部的副部长 朱耀明嘛 也说他也不太清楚 这个其实讲这个话 对朱光耀 对他就他也不太清楚 那这种话是可以下台的 你这个财政部长连个概念都没有 不要说那细节细的数字 那么这是很严重的 但是呢 那个大陆这样子算是比较诚实的 他家说我很清楚 那就那就有个问题 因为还没开始查 所以现在查才是完真的 那么查到什么程度呢 我认为呢 大陆会给世界一个交代 全世界都在看他 有些人是抱着心态乐祸的心理 有些人是希望大陆不要垮 像我们台湾是不能够希望他垮的 他一垮我们走当其冲啊 那么所有ECFA大陆想帮忙 ECFA的后续的这个协定 大陆想帮忙也帮不上了 因为他自己生难保了 所以我们当然是最不希望 他经济垮的一个国家 我想这个大陆应该很清楚 我们应该有这种善意 事实上其他亚洲国家 假如大陆真的地方在爆发出来 是远超过现在 渣染银行所估计的20兆的话 那后果堪率 那到时候呢 可能大家都会失措 而中共的中央 是不能够提出援助 实际的对很多地方在 不是说只有江苏一个 大大小小 很多城市是盖的太多大楼 我们台湾也有 也有什么蚊子馆 也有那种大楼 但是呢 基本上没那么严重 这只是这么大 各个地方政府 浩大喜功 盖一些什么机场 什么蚊子馆 什么祭奠馆 什么这些 但是还好没那么严重 台湾毕竟的经济规模小 大陆是很多城市 新兴城市 重新造成造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小只能造证 他们是造成的 造成起来当然是很多是投资下去了 但这个情况下来看呢 它这次呢 它是所谓整风 不像以前都是以政治的整风为主 它这个整的 你看它近奢是风气上面的整风 那么反贪也是一种政治加上风气 你过去贪污人要被揪出来 最近呢已经是很多人被揪出来 包括铁道部部长 他的财产的来源都成问题 现在大陆他们有一个 而且这个整风呢 跟过去新风学乙 人头落地不一样 今年这种整风不会人头落地 人家在海外有这个贪污的钱 交回去可以获得减刑 那么你在国内有贪污 你大概也交出去 交出去呢 它还会给你保留一部分 这种整风算是和风细雨的整风 和风细雨 不是新风学乙 所以现在整风还加上高科技的因素 肯定有很多是网络曝光出来的 网络是人家网名呢 大陆叫做CyberCitizen 也可以简称就是Net Netizen 就Net加上Citizen 就Netizen Netizen呢 这个一曝光 这官员就死了 甚至你官员要造假 说是他明明视察 是用合成照片的 也会被人家抖出来 贪污的更糟糕 反而有到澳门去的官员 现在都怕都不敢 都不敢再赌权 你真的有机会到澳门去玩一玩 去玩几把可以 但你假如说进出太大的话 官员马上就有监视器看着你 马上被盯上了 你怎么去洗钱的 那就变成你进出太大就是洗钱了 你玩的小小的 那是合理合情合理的 所以大陆现在是讲究了一个比例原则 你一个官员 你没有那个大收入 你怎么可能去玩那么大 玩那么大的赌博 那一定是为了洗钱 所以大陆这种比台湾的整数的贪污 有没有连政策 但这种跟香港连政策不能比 但是大陆的现在真的抓起来 到现在为止这个力道还没停下来 不过老师你刚刚特别提到 中国到了经济真是不能垮 特别对台湾来说影响是很巨大的 如果今天以它GDP的数字来做预估 例如说它只要掉甚至0.1%的GDP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 就造成可能不少人 就是上百万的人可能就失业 假如是一个百分点下来 所以大陆虽然十二五计划里面说 不要追求高速成长 但是每一个百分点降下来 就是对大陆来讲 可能是上千万 上少几千万的人口的失业 那么这个不单是民工 也很多正常的员工可能都面临失业 所以说这里面失业率大陆是不能掉 它有不能掉的这种压力 但是一方面它也晓得 经济成长不可能永远高速 所以它在十二五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规划 就是重点要放在 如何让全民享受到更多的经济果实 而不再追求高速的经济成长 但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是很难的 你又不能够掉这个经济成长 一掉一个数字百分点 就影响了多少人的失业 假如说你又要 这个说是要让全民分享 这个大陆现在已经变成 也朝向两极化了 就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越来越穷 那么你如何去让这些穷人 去分享经济果实 这个习近平要做到 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 刚才程老师也特别讲到了 目前中国大陆地方债负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是连中国自己的财政部副部长 都说搞不清楚 李光耀说其实中央政府也不知道 不过在出来说要进行清查动作之后 消息一出来 市场上马上就有所反应 在星期一中国股市大跌了1.7% 所以请教一下孙主任 我们怎么样来看地方债的议题 所引发的一种市场上的恐慌 我想地方债 当中国大陆要去查的时候 其实它最近有很多动作 地方债只是它其中一环 它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 所以要去淘汰过剩产能 我发现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只要一上台都会先做三件事情 清查地方的财务状况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过剩产能 就是他们都会一起做钢铁产业 一起做玻璃产业 他们常常就在每个地方城镇 都在做这样同样的事情 这跟地方在有什么问题 因为地方为什么要去借债 他们要发展三样事情 第一个他们要去推动某些产业 推动那些产业就会有投资 钢铁厂的投资金额是很大的 然后如果你去开一个农场 投资金额就很小 所以他们很喜欢开电解铝 水泥 玻璃 钢铁这几个厂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房地产 地方提供土地 政府提供土地 然后跟银行保证 然后让银行去放款 给地产开发商 整片造证 就像刚才陈老师讲的 整片造证就造起来 房地产一开发起来 投资金额就很大 那中间呢 政府要去做担保 所以为什么他们刚刚说 地方在你很难估 中间有些是担保 他不是真正的去借钱 那万一要是倒的话 你要去赔 这种隐藏线的债务 你抓不出来 第三个他们常常投资在基础建设 他们去盖很多桥 盖很多路 然后都是重复的建设 这三样 事实上中央没有给地方钱 像中国大陆在2008年 四兆扩大内需的时候 中央只给四兆 全大陆来分 地方去筹了16兆 所以这一次的地方 在这个10兆 有很多就是当时 四兆扩大内需 中央下指令 所以他们必须要 被迫要去做这样的投资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会在这三年 成长得这么快 从10兆变成15兆 或者20兆 其实从台湾的经验 你可以发现 每当选举前 很多到处在铺马路 他们要消化很多经费 所以当大陆要换届的时候 他们就要赶快 做很多很多的工程 把那些经费消化掉 债就留给下一任去背 所以这次的地方债问题 在每个地方的各个产业 为什么它股市会大跌 因为股市是产业 那那个产业 它可能中间很多是洞 是亏损 是借来 是跟地方勾结的 一旦查地方债 可能很多上市的股票 都有这种风险的问题 可能要下市 所以对整个中国大陆股市 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相信现在市场上 对中国政府 要怎么样来处理地方债 也是高度的在关注 不过有没有可能 处理地方债 只是中国政府 中央政府要打摊的 环节当中的重要一环呢 我们等一下 那今天的广告马上回来 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 在洗礼上台之后 政治上要打贪腐 在经济上要调结构 而经济调结构 现在要进行地方债的处理 但其实地方债的处理 会不会也是打贪连环权当中 一套重要的权法 现在要打贪腐来高唱 节俭的风气 进步的也带动了 使得中国大陆 自己的国产品牌的 红旗车也因此翻红 来看下面的报道 它曾是大陆领导人的 风光坐车 这个品牌叫红旗 在中国大陆 有象征性的意义 这是1950年代 毛泽东想超音改美 宣告大陆进入现代化工业 对岸推出的第一款国产车 但改革开放之后 红旗在国际大厂夹杀之下 曾经因为耗油大 停产过 直到最近才重新崛起 林介奥朗德的这个专车一看 是红旗 原来上台后提倡节约的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今年三月说话了 认为官员老坐外国车 观感不好 希望多坐自家品牌 在中央的倡导下 全社会都在例行节约 那么其实自主品牌在这方面 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比较优势 新推出的顶级车款H7 过去共产党意味十足的 三面红旗车标换掉了 但象征东方太阳的向日葵标志 还留着 改款付出 要价可是和台币约 150到240万 这个是随和听说 事实上 红旗2011年只卖出了两辆 2012年也只有127辆的成绩 直到今年上头说话了 想恢复昔日大陆国产车的光环 才有很多官员主动跳出来支持 全国的十多个省份 仅对红旗轿车的订单数量 就达到270台 王一外长公务用车 从今天起使用国产红旗轿车 红旗车想要恢复大陆国产车的荣耀 目前是官员最满账 但怎么样扭转一般大陆民众 崇尚国外名车的风气 看来还有好长一段路得走 TPBN新闻 最后报道 红旗车的重新翻红 只是我们在观察中国政府 怎么样要打贪的现象之一 不过回头还是持续来关注 在地方债务的问题 到底有多么严重 那么MF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 甚至是用走钢索来做个形容 我们待会来看到MF的预估 说目前在中国大陆 地方融资平台加上预算外的资金 2012年的时候 他们的债务占GDP 已经超过了45% 接下来看到穆迪 穆迪的评估说 在4月份 现在已经是直接调降了 中国主权姓平的前景 从原来的正面 现在降到了稳定 而惠玉在4月份 同样调降了中国偿还债务的姓平 从A-降到了A-的等级 我们进一步的 首先先要请教一下朱老师 我们怎么样来看 中国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上 现在以债养债的情形 市长刚提到说 大概如果预估的20兆没有错的话 它大概占GDP的4成左右 那是单独地方债的部分 那如果说把中央政府 这个债务加进来的话 大概也是40%左右 所以加起来大概80%左右 这个一般都比国际间认为 国家的所谓债务大概60% 比较舒服的那种可以接受的这种程度 当然这个数据还是比美国日本都低很多 美国日本也认为超过200%以上 所以似乎目前看起来 似乎还可以接受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刚刚又提到说 因为这个债务到底多少 不知道 而且它成长速度太快了 所以让人担心 事实上 这个据他们的资料显示 当很多地方债 事实上在金融风暴的发债高期之后 已经陆续到达厂还的阶段了 这样大概去年底 本来预估大概有4兆人民币的地方债 要到期还本了 结果发布出来 那报道说大概有3兆是展颜 就是这个展颜债务 以后再还再说吧 那甚至地方政府 为了盲目追求那个扩大GDP成长 所以不断的来从事所谓的没有自常性的 或者是这个报酬力很低的这个投资建设 当然就不但宜债养债 那不管是展颜债务或者借薪还救 这个当然就让目前的这种状况 让人非常担心 我想这也是它不得不 中央政府出来整顿的重要原因 不过我想要提一个特别提到 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债务 跟其他国家债务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基本上它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 就是本国的民众 或者各的金融机构所持有的 不像欧美国家很多是外债的 那内债事实上只要政府 能够维持它的债性 让民众安心说没有问题 它不会倒 如果信心维持住的话 这个是它的严重性 应该不像欧美会那么严重 这也是说中央政府 它必须出手来整顿 甚至在维系 地方债务不要出问题 只要把这个信心建立起来的话 我想在逐步利用时间 时间换起空间来整顿的话 那我想慢慢慢慢的 就可以被视为调节构过程当中 一个手段之一了 所以重点还是中国的政府稳不稳得住 但因为中国政府本身是一个威权体制 所以感觉起来想象空间就觉得说 应该还是稳得住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看到这一波李克强 在调节构的过程当中 现在外国媒体 特别路透社直接点名 他说看到李克强 让人想起了前总理朱镕基 朱镕基大家印象也非常深刻的 一位中国国务院总理 说现在李克强是在仿效些朱镕基的做法 对地方是痛下杀手 不过地方债 现在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实想要请教孙主任 是过去朱镕基的一些做法 埋下了这个因 在1993年的时候 朱镕基上台以后 他做了很多重大的改革 在租税政策上 分税制 以前他们收的税 地方可以拿很多 后来他们比如说 中国大陆有个17%的增值税 3%中央拿走 1%留给地方 他们的分税制 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 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很有钱 有很多地方很穷 像新疆就很穷 广东很有钱 分税制可以让你从广东抽钱 让中央有这个钱 可以去援助新疆 本来想法是很好的 是财政的移转 但是变成地方政府 你中央政府要叫我做GDP 要做很多建设 但是我这边留的钱又不够 所以后来就 中国大陆有很多摊派 很多种不同不同的收费的方式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发不可收拾 地方债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 金融机构的问题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一次的地方债 我很同意 刚刚朱老师这边讲的 中国是一个内债 而且底特利为什么会破产 他有很多债权人去告他 中国呢 你欠钱是欠谁 那些人会告你吗 他都欠在银行 那银行也是国家的 他们98%的金融机构 都是国家在占有的 那个只要那98%的银行 听到中央的指令 你先不要急着去告他 慢慢大家来好好谈一谈 他不会发生像底特利 或其他国家 这种破产的事情 对 基本上威权体制跟民主 就是很大的不一样 导致于问题跟节点上的不同 对 我想您刚刚讲的 李克强想要学朱镕基 我觉得他不太好学 朱镕基那时候做了很多 在中国算是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大改革 分岁制 像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 三支企业法 也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 以前中国不是不承认有法人的 它不承认有公司 在朱镕基手上才有 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还有外商独资 这三种企业 然后才会有 原来他们的政府是包干制 把它改成要缴税了 本来包干制 我把这个地方住给你 然后你地方政府 看要留多少给中央多少 现在干脆啦 我们就改成分税制 你就缴税给我 在朱镕基手上事实上 为中国大陆的财政 或什么地方的 中央地方分权 是做得很清楚的切割 李克强这次 我觉得外界可能是 把它太高看了 他其实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只是希望自己 至少能够建立一点威权 为他未来要去打防 要去调结构 促改革 这些动作 先建立一点威权 所以他这次才一起来 你看他前一阵子是让他前荒 然后告诉你我不救 然后这阵子告诉你 我要查你地方在 今天告诉你 我要淘汰你过正产能 照说如果是中间有个问题 是这么大会国破家亡的话 他动一个就好 他一次三个一起来 代表他对这种问题 他大概都可以了然于胸 是杀鸡儆猴的一个作用比较多 所以一次三个一起来 真的是新冠上任 三把火 三个全部一起先冒出来 不过来看到这次 在地方债上面的动作 有一个说法就是会不会呢 其实在背后习近平想要透过这样动作打摊 来术 来整数他政治上面的这个整数一级啦 不过刚才 陈老师特别讲到 他最大的政治上的一级 其实就是薄熙来 薄熙来的问题 现在目前已经排除了 所以我们进步来看到 他打摊在政治动作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借着地方洗牌 来重新整理他们自己的内部政治秩序 这里面牵涉到薄熙来 薄熙来当他被整数掉了 可以说是被权力斗争下的一个纪品 但是薄熙来的盟友 像周永康 他手下的很多一些人 也在陆西被整数中 周永康最后虽然投靠了中央 来对付薄熙来去调查薄熙来事件 但是显然习近平 以及新的李克强体制 显然并不信任他 所以在薄熙来下台之后 周永康也慢慢被整数 在中国大陆政治上被整数 这个比以前好 就是我们刚刚讲 和风细雨 对象那么严重 还是很多是可以维持住 他一某种程度的体面 不至于说是以前人头落地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习近平当然要借着树摊 反摊净奢 但是大陆现在 前一阵 我在非常看到那个英文报 南华早报 虽然是香港受到某种程度的管制 南华早报的言论自由是蛮强的 那一天的报纸 我就看到有认为习近平是在搞整风 毛式的整风 只不过方式不太一样 另外还认为习近平应该做的是要学柴契尔一样 把国营企业变成民营企业 那么还一个就是提到习近平他的禁舍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被认为是笑话 因为过去大陆也有几次禁舍没成功 所以搞了几下就是又恢复了 五星级饭店也是试在一堂 不过上了三次就是了 三次试在一堂也就不 但是这种都是 想要抵抗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意志也不容易 习近平现在还在坚守他的政治意志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大陆是要继续追求他所谓的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证明好像不如北京共识来得有效 大陆的这种做法他的这个还能够反而能够抗拒住2008的金融海啸 而且别的国家都在一片哀鸿遍野的时候呢 结果大陆还能够撑得住 但现在呢美国跟大陆经济尤其这个习欧会之后呢 这个里面出现了美国 大陆一直想要美国承认他的这个叫做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美国就是不给 你市场经济你有国营企业那么多怎么能够市场经济呢 那么多另外国营企业还有国营的银行都对大陆的国营企业给予优惠 却没有给美国的公司或者欧洲的公司优惠 那么美国认为你根本不够资格 你现在要美国大陆一直抗拒了很多年 一直到这个今年年初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不是宣布这个TTIP 就跨大西洋贸易级这个投资的伙伴 伙伴关系的协议 那么再加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TPP 跨太平洋的这个伙伴关系协议 那么这两个压力之下 那么让这个中国大陆感受了压力了 所以说今年5月下旬你可以看到何亚非前中共外交部部长 加上前中共的国务院的这个负责侨办的这个一个主管 他就在Foreign Policy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外交政策上写一篇文章 就是中国大陆在美国跟欧洲的TTIP之下 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TPP之下备受压力 这就表示中国大陆也想考虑要参加 大陆假如真的要朝这个自由化的走的话 那原来的国营公司就要做大调整 不可能说就算不完全废除 你要很多做很多要改成民营 否则你怎么去进行自由化呢 自由化美国是不是还有一套严苛的标准 不管是将来TTIP还是TPP 所以他外面有这个压力 内部也有地方在的压力 加上其他各种财政上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担子 比这个胡锦涛上来说更严峻更重 这个可能是习近平未来要考虑的 他不可能说完全过去的国营的公司 这个闻风不动不可能 面对这个世界的自由化的浪潮 你必须要做出浪步 必须要做出调整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国内的压力呢 让他也是要 就算我刚才也同意孙主任所说的 他可能是一个树立李克强的权威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是一个 他是一个整体的来看 李克强跟习近平基本上是现在是 不是真权威的时候 李克强本来是可以做中国领导人的 但是被习近平抢了之后 李克强只能做这个事情 帮习近平 好刚才特别从政治以及经济的层面 去了解中国地方债的问题 等一下进步来讨论 地方的债务中央到底会出手相救 而另外面对了中国地方债的问题 其实台湾是没有幸灾乐祸的本钱 对于台湾来说会较出什么样的影响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针对了中国地方债的问题 在刚才呢 陈教授特别也点到了 中国大陆的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 对于地方债的问题有多严重 他说其实中央也没有办法 掌握一个确切的状况 不过呢 朱光耀同时也提醒说 政府呢 必须要对不断成长的借贷 要保持高度警惕 虽然刚才呢 主任有特别讲 我们没有办法把底特律的状况 完全套用在中国的情形 不过欧巴马处理底特律 就放手让他破产了 而中国 他地方债务的状况 其实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中央政府会不会出手相救 这救与不救之间 是接下来很大的观察重点 那您来评估 他会不会救 或他救的话 什么时候会出手 我这边有一个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安美福在今年 他预估 他的对全球每个国家的债务比例 他做了一个图表 在这个图形上 你看到 颜色绿绿的 绿色的部分 就代表这个国家债务比例很低 大概是30%以下 如果你看到颜色是深红色 颜色越深红的 代表那个国家欠债比例是 超过他GDP100%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形上 美国 欧洲 和日本这三个地方是全世界欠债欠最多的 最红的 对 所以欧巴马不要说想救底特律 自己救都没有办法救 所以中国大陆的中央其实是有这个财力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财政收入60%是中央拿走 40%才是地方 而且你要记得 他有3.5兆的外卫成呈 3.5兆你去乘以5倍 把他这个地方再还完是没有问题的 何况我们刚刚也讲过 透过他的金融体系 去把当前要还的先还掉 或者是让他们不要去吹讨 这些做法都可以让他们的债务不要去爆发 所以我觉得 目前看起来的话 中央会就参考以前1993年的三角债 1998年的金融机构 最后我们先查清楚 最后一次打包 用一个方式来处理它 说到中国 过去它处理地方债 就是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把这些坏账全部都收回来 集中来进行处理 所以现在是在市场上 传出说有台商 就向重了这一点 赶紧去大举的收购这些坏账 这些债务 有这样的状况吗 这种债在国际间也有 它叫高收益债 这个叫好听名字 不好听名字叫垃圾债券 对高收益债可能很多人都有买 听起来就高收益 但是它其实伴随着高风险 中国大陆的债券 目前它的债券市场的规模 并不是很大 流通量也不是很大 在全世界 很多人大概会买大陆的股票 但是不一定会买大陆的债券 所以你在投资这种债券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它的风险 以前很多外资机构 像花旗 它到大陆去投资的时候 根本搞不清楚 跟它合资方的财务报表 我在十几年前去大陆 因为我的前公司 在大陆有投资 对方的会计师 拿出一个资产负债表 是左边右边是不平衡的 他还讲了半天 然后那个时候 我问这个会计师说 为什么资产负债表 左边右边不平衡 他研究了半天 最后没有给我答案 大陆的资产负债表 是可以左右边不平衡的 那我们的台商 怎么知道中间 有多少的细节 你不能拿我们台湾的观点 欧美的这种 财务报表的观点 去看他们 他们有很多东西 财务的规则 各方面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三位老师 而针对了地方债的问题 从明年开始 大规模的来进行清查 这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炸弹 最后是会爆炸 或者是会被顺利的拆弹 我们持续会带你来关注 同时呢 还要来关注的 也包含美国经济 未来的发展 大家很关心 未来Q1的走向 同时要来看看 现在美国白宫 是不是跟连准归 正在闹内讧呢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关注美国经济 未来Q1该怎么走 这场戏 会不会得要从美国白宫 跟连准归的内斗 开始说起呢 欧巴马不久之前 在一场电视专访当中 他就亲口说 博南克在位的时间 已经长到超出 他本人意愿 以及应有的任情 这话一说出口 外界立刻做出解读 觉得欧巴马呢 直接在电视上 就吵了博南克有余了 让外界不禁怀疑 白宫跟连准归 是不是在闹内讧呢 而欧巴马跟博南克之间 有没有可能出现了心结 但不管真相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 连准归主席博南克 已经进入到 跛脚的阶段 未来呢 Q1规模到底会不会缩减 这现在是外界 非常关注的焦点 而未来 这联准会主席的机认人选 到底是主张 宽松货币路线的夜轮 或者是质疑量化 宽松政策的桑莫斯 市场上 都是目前投影 最高度的关注 全球的金融情势呢 将会随着 美国联准会主席的 换写出现 不一样的面貌 而台湾的潜碟市场特质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在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 带大家一起来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